連結車好端端開在高速公路上 沒想到下一秒 右前方的黑色收履車 突然拿出一把槍 直接對著連結車開槍 讓駕駛根本就來不及反應 再看一次 收履車原本擋在連結車前面 在向右切到隔壁車道後 就從駕駛座窗戶向後開槍 嚇壞連結車駕駛 整個動作也都被連結車的 行車記錄器給錄了下來 這起槍擊事件就發生在 北二高桃園交流道附近 收履車先是踩煞車 減速挑釁 接著就在高速行駛的狀況下 持槍射擊連結車 好在連結車駕駛沒有因為驚嚇 劇烈操作方向盤閃避 否則萬一翻車後果不堪設想 但是當事人目前都沒有報案 我們這邊也沒有報案自己 雖然連結車駕駛並沒有報案 不過警方研判 很可能是因為行車糾紛 才導致收履車駕駛開槍泄憤 至於這把槍支是不是具有殺傷力 警方現在也將根據畫面 追查收履車駕駛到案說明 記者林中正 黃明君 桃園報導